各位观众大家好,今天是2020年8月19日,7月3日,欢迎您收看今天的《冷眼看世界》的voice节目 好长时间没有这个上镜了呀,现在终于有机会再给大家就是上镜来讲一讲 因为我觉得这样的话还是就是跟观众朋友们更亲切一些 所以呢,以后我是准备把这个上镜部分呢解说 还有跟这个视频截屏给大家看新闻的相当于是结合起来 就是讲一段这个上镜的,然后有必要让大家看这个新闻的时候呢 我再把这个截屏的这个新闻部分呢给大家穿梭进去,希望呢更有趣一些 将来呢我会想发生学一学怎么弄这种画中画的 因为很惭愧啊,这么长时间我也没有就是钻研这个摄影的这个技术 所以呢就是一点点提高吧 今天给大家报一个什么事情呢 就是今天周三美国股市开盘之后呢 是诞生了美国的第一个市值达到两个tillion就是2万亿美元的公司 这个公司是什么呢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猜到 其实就是那几个最大的公司 就是我前一段给大家说的美国股市 现在这么好 昨天刚刚创的这个历史新高标普500 其实呢主要就是有这个五只巨型的股票 龙头股票科技股来支撑着 这五只股票呢占了这个500强 标普500的这个超过五分之一的市值 叫做Fung F A A N G 两个A F代表Facebook A代表Apple和Amazon 然后N是Netflix G呢是Google 也叫做Alphabet 就是它的这个母公司 第一个达到市值2万亿美元的就是今天早晨开盘之后呢 就是Apple 大家记着这几个这个公司里面呢 它的这个市值最高的两个呢 其实就是这两个A 一个呢是Apple 一个是Amazon 所以苹果和亚马逊呢 可以说是这个龙头中的龙头 而今天开盘之后 苹果这个一度市值超过了2万亿呢 更是标志着这个美国的这个大企业呀 富可敌国呀 超过了一个这个里程碑 我们如果熟悉这个没有股票的朋友可能会记得呀 这个美国这些大公司呢 也就仅仅在两年前是第一次诞生了 就是市值超过一个trading 1万亿美元的公司 当时呢就是整整两年前是2018年的8月份 那个时候呢 美国第一个达到这个市值超万亿的 是哪个公司呢 也是Apple 对Apple呢 可以说是领跑这方这几个公司呢 当然这并不能说他就是从始至终一直都是保持领先呀 因为他的这个市值也曾经被这个亚马逊呢 被这个微软超过过 但是在这两个这个里程碑式的这两个节点呢 这个苹果确实是破了这个记录吧 我们可以看今天这个开盘的时候呢 其实这个美国大盘是上涨的 如果我们看这个标普500开始的时候呢 它是这个比这个虚线要上哪里 就是说开盘是高的 但是呢到最后两个小时呢 是一下下跌最终的是收跌 所以是红色的 而不是一个绿色的 今天呢这个标普500确确实实呢 也是下跌了 所以也是使得呢 这个苹果公司只是在这个开盘阶段 它的市值超过了两万亿 但是最终这个收盘的时候呢 它并没有保持在这两万亿以上 那么今天为什么这个股票是开始涨后来跌呢 就是因为中间这个美联储啊 它也是开会 Fed Minutes 就是开会的一些这个记录 记录中啊 就是美联储对于这个新冠疫情 对美国经济的影响呢 就是持比较谨慎 或者说比较这个悲观的态度 觉得呢 接下来还有可能呢 还是影响还要比较长久 并不是说像现在这个股市看得这么好 这也是我一直给大家说的 其实美国的经济呢 你如果看这个基本面的话 完全是不像股市所反映的这么好 股市所反映的呢 是歌舞升平 是因为这五个这个大企业方 使得呢 美国股市看上去欣欣向荣 但是其实呢 美国的这个GDP跌幅是创纪录的 而且这个新冠疫情之后呢 因为各项经济活动结束 也是有几千万的美国人 这可不是小数字啊 几千万的美国人失去了工作 而现在呢 这个美国的这个救市法案呢 也是一直因为美国国会两党的这个扯皮呢 一直难产 一直到现在都是非常难产 所以接下来股市会怎么走呢 很可能还会就是 慢慢的这个一点点往上走 因为毕竟今年 这个美国疫情的这些消息呢 三月份四次熔断 这些利空的消息呢 大的利空的消息 基本上是已经这个出尽了 剩下来会不会有利好 会不会特朗普和这个佩洛西领先的 美国议会产生一个妥协 而最终产生这个新的救市方案呢 如果出来之后呢 也会是一个这个利好消息 但是就像我说的 美国美联储一直把这个利息 放在这个历史的低位 基本上是维持到了零 而且是无限的这个救市呢 地主家的余灵基本上是无穷无尽 也快枯竭了 但是还是能撑着 光是这个呢 就可以使得这个很多的热钱呢 只能在这个股市里面游走 从而呢是推动这个股市 我们说今天呢 苹果第一次是突破了 两万亿美元的这个市值 非常不容易 但是它并不是说 全球企业中第一个突破 两万亿市值的 因为第一个突破 这个两万亿市值的呢 根据这个路透社的一篇报道呢 是在去年年底的时候 是沙特的这个国有公司 叫做Aramaco 沙特阿拉伯的一个这个 国有企业的这个大的公司 所以苹果可以说是这个富可敌国 而沙特阿拉伯的这个大公司 它在去年年底 这个刚刚IPO 刚刚上市的时候呢 是短暂的 是突破了两万亿美元的关口 但是之后呢 就全都跌下来了 现在呢 是仍然是排在第二位 仅仅是被这个 苹果所超越了 而且尽管两年前的 8月份 这个苹果是第一个 美国突破一万亿美元市值的 这个企业 但是它也不是这个 世界上第一个 这个企业 而世界上第一个 这个突破 一万亿美元企业呢 其实是中国的国有企业 是中石化 这个图片上呢 也是给出了 就是美国这几个大公司 它的这个 一些市值的变化 棕色这条线 今天突破两万亿的 上涨最强烈的呢 就是苹果 然后 接下来的这条线 跟苹果比较接近的 你看开始超过两万亿 但是最终下来的这个 沙特阿博这个企业 你把他除外呢 排名第三的 其实就是这个亚马逊 而亚马逊呢 现在市值是超过了 这个 1.7个 这个 万亿美元 它呢 是仅次于苹果的 微软也是很稳健的 跟这个 亚马逊的这个市值呢 比较接近 比亚马逊低一点点 另外一个超过 这个万亿美元的企业呢 就是这个Alphabet 它就是 谷歌的这个公司 是刚刚超过了 一万亿美元 美国 现在呢 就像我说的 不但是人民 是这个富的 富的流油 穷的是这个吃不上饭 很多的这个homeless 而且企业呢 其实也是跟这个 老百姓一样的 美国的贫富差距呢 确确实实到了一个 非常非常严重的程度 而正是因为这个 这么严重 才会引起 过去几年呢 美国的社会 出现了一种 左派的这个思潮 相当强烈 从15年开始呢 Bernie Sanders 就一军吐起 这两次民主党初选呢 都是获得了第二 都差一点呢 拿了这个 民主党的这个提名 而Bernie Sanders 他其实之前 他是一个独立派人士 他不是民主党人 但是 就是这样的一个人 就跟特朗普一样 以前不是共和党的 突然呢 是加入了这个党派 而且呢 差一点能够把这个 党派的这个总统 候选人提名拿到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呢 这个美国社会呢 这个左右派的矛盾 非常尖锐 而正是因为 出门九日后 洛友东死骨 这种贫富悬殊呢 人民中 还有这个企业中 如此不正常的 一个社会现象 也是使得 社会上 在这个政治上呢 产生了 特朗普和Bernie Sanders 这两个 比较极端的 就是走民粹路线人物 所以不得不说 是一个这个 美国社会的悲哀 就拿这一次疫情来说 这么多人呢 是受到了重畅 全家呢 是这个 没有了收入来源 不得不等救济 而现在的救济 也已经是发完了 也是在两党扯皮之中呢 这些人只能 再一点点 老老实实的 等着这个 救济再出来 再等着两党 达成一个妥协 没有任何办法 但是呢 就像这些大企业一样 尽管有这么多企业 破产的 今年可以说是美国 这个大公司 这些小的这个 business公司 合起来破产最多的一年 是自从上一次 08-09年金融危机之后 到现在为止 十年以上的 破产最多的一年 但是呢 这几个巨头公司 就像我说的 亚马逊 还有这个苹果 以及其他一些公司 他们呢 不但没有受到影响 而且收入呢 还有这个股市利润呢 是芝麻开花 节节高 亚马逊呢 也是在这个疫情之后 可以说是这个 大发国难财的 因为很多的这个实体的 这个经济的 全都是停止了 所以很多人 只能在网上买东西 那么亚马逊呢 作为美国 最垄断的电子商务 这个online shopping的 这个公司呢 自然是把 可以说是无数的经营了 揽入了怀中 而亚马逊呢 现在已经是有 越来越多的这个实力呢 而富可敌国 可以影响美国的 这些决策 甚至呢 亚马逊也可以 就是以一家之力呢 撑起美国的USPS 就是支持这个 美国的邮政局 而美国的邮政局 现在呢 也是因为这个 今年疫情 而引起很多人 需要邮寄投票 但是他的这个 人手不够 而特朗普任命的 这个邮政局局长呢 是故意的 把这个美国的这个 邮政局的一些 基础设施呢 还有这个系统呢 给你故意cut掉 就让很多 这个美国选民呢 无法按时 这个选票能够 被投递 而且是被统计出来 也是引起了 这个民主党人 很大担忧 昨天的时候呢 这个美国的 邮政局的局长 也是妥协了 就是说 我所有的这些举措呢 有可能影响到 今年这个美国大选呢 我全都是 del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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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都一直延迟 延迟到今年 这个总统大选之后 但是尽管如此呢 美国社会 对于这个美国 邮政局啊 这些美国国有的企业 还有特朗普政府的信任呢 已经无法建立起来了 民主党人呢 仍然是在休会期间呢 全都是回到了国会 紧急开会 需要呢 通过一个新的这个法案 来保护呢 美国的邮政局 能够今年的这个大选的时候 暗示的work 就是及时的这个投递 而不至于 对这个美国老百姓 投出来的这个选票呢 是最终无法统计出来 而美国邮政局呢 最大的这个支持者呢 就是亚马逊 亚马逊也是受到了 这个特朗普的这个 很大的批评呢 说亚马逊 把这个很多的这个单呢 全都是负担给了 我们这个邮政局 让邮政于呢 每年这个亏损非常多 但是如果没有亚马逊的话 如果没有一倍 这种大的这个客户 可以说美国邮政局 根本就无法生存下去 这些美国的大的企业啊 对于美国这个社会的控制呢 可以说是到了方方面面 渗透到了社会的各个方面 这个到底是不是一个好现象呢 就是物极必反呢 会不会像出现 就是一百年前 这个洛克菲勒的这个石油公司 富可敌国最终是 不得不让这个政府介入 让法院把它拆分呢 二十多年前就差一点 把这个微软拆分 而这一次亚马逊 会不会也是成为这个美国 政府的这个眼中钉肉中刺 不得不对他进行开刀呢 其实很多事情呢 都是我们需要关注的 都是这个社会的矛盾的一些 这个福利吧 好的今天就给大家说这么多 非常感谢您收看 如果喜欢的话 欢迎您支持电视频的频道 我们下视频再见